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我的议题还有我的议题介绍 也可能是我那个session line确实不太会用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上传一个中文的议题的说明 然后现在被积翻的其实也是有点别扭 然后我做PPT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尽可能的就不那么general 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具体一点 我们接下来可能也就半个小时时间 我们几个人可能交流的 我们不可能说交流 那么就是把所有的开源合规相关的事情都点到 那更多的是我们就聊一下 我在做开源合规的一些实践中 踩过的一些坑 并且是很多人反反复复踩过的那些坑 然后也可能就是咱们做的时候 就尽可能避免一下这种比较显而易见 容易踩的那些坑 主要是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大标题叫合规True or Force 为什么用这个标题呢 其实我想讲的是 合规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布尔形的变量 它并不是一个True or Force的一个选择 它更多的是一个打分的一个事情 可能是60分 90分 100分这样的一个模式 没有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司或一个组织或一个项目 他做到了百分之百的合规 虽然我没有调查过 但我也敢这么说 因为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 这个是一个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大家如果去看一些关于开源合规的一些文档 或什么的时候 会推荐的一个常见的开源合规的流程 当然这个流程看起来非常简单 包括如果咱们做培训的话 有的人可以给大家做培训 讲起来也很简单 实际上落实起来是非常难 我把这个图简单翻译一下 就是这几句话 第一呢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在用开源 企业内部组织 用开源用第三方组件的时候的一个合规的一个流程 第一呢就是我们引入的时候 需要做一个合规性分析 第二个注册 第三个选用 发版前的扫描 然后文档 然后正式分布 这个我就迅速地过一下 不在这展开 但是这要看起来就五句话 就六句话 真正落实到一个企业里头的难度非常高 成本极大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说第一步 第三方组件的引入的第一步 一个第三方组件 你怎么去判断它是什么许可证 大家会用一些SAC扫描工具 有商用的 有开源的 但实际上有的项目 它自己的许可证的组织 怎么说呢 粗糙到 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它自己用的什么许可证 这个是一张图 这是画一张图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点 就是你想做到100分的合规的成本 其实可能比做到60分的成本 要高个十几倍以上都不止 这就是一个图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 就说我们合规的第一步 就判断一个第三方组件 它用了什么许可证 这个点就非常难 这个比方说 这是我随便找的一个项目 一个Sumify Collaborate 这个地方呢 它的这个GitHub 它自己选的许可证是MIT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它在它的ReadMe文档里头 放了一个这个Modelica License 就是它自己都是矛盾的 左右矛盾的 这个东西你去判断 它什么许可证就非常非常困难 然后如果这两个许可证 还有不兼容的地方的话 你这个图就是没办法用的 而且这种情况下 你用NCA工具很容易报错 要么是误报 要么是漏报 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这个是一个GNU的一个项目 SeedWin 这个项目很大 它这个项目里头呢 项目文件夹下面 可能放了这个许可证的文件 放了有六七个 如果用NCA扫的话 有的NCA会直接会说 比方说像GPL GPL 但放到了之后 它具体会不会给你一个 叫Conclude License 它有时候给不出来 这个项目它复杂在哪 在什么地方呢 它每个文件的版权头上 都会说 你想知道这个是什么许可证吗 你就看这个SeedWin License文件 OK 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首先 这一部机器就很难做了 因为它上面没有哪个SPDX Identify 有时候机器就扫不出来 你这个版权头对机器来说 就非常 就对SA工具来说很不友好 然后你找到了这个SeedWin License的文件 它又会告诉你 我这个项目下的这个紫文件夹中 和另一个紫文件夹中 和这个连接的一个 那些文件 是LGPL的 然后另外一个紫文件夹中 没有和它连接的文件 是GPL的 然后part of the source 然后它还不说是哪些part 就是这种情况下 你首先我要去判断 它是不是连接了 我就要去翻看那个CMake文件 这个东西对很多合规的 尤其法务同学来说根本不可能 你看一个法务去翻CMake文件 就是特别困难 然后就需要技术同学跟法务一起 然后技术同学跟法务的沟通 又存在一些困难 这个做起来成本就非常高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下面 还有一些不明所以的 所谓的part of the source 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就说 为什么说合规非常难 因为很多人 他自己的版权生命就不明确 这还是一个GNU的项目 这是一个自由软件基地 会倡导的一个项目 他们做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复杂 现在有些好的项目 它会在跟目录下面放一个 叫做license rule的一个JSON文件 它那个会非常非常明确地定义 我每个文件使用的许可证 并且付上SPDX Identify 这个东西 这种情况下 你用NCA的话 就会很高效地扫出来 但是可惜的是 绝大多数的项目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成本就非常高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界在推这个SPDX 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这是开源合规中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这还只是第一步 后面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人工介入 一旦你需要人工介入 像有些项目可能上千个依赖 你需要去人工介入 那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做起来就非常痛苦 所以为什么说 然后于是乎对大多数公司来说 我就选择不管了 因为你确实做不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 开源合规并不是一个true or false的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60分或者是90分的问题 90分能做到的企业 我个人判断感觉也就很不容易了 能做到60分 中国的企业能做到60分 我觉得就是很不错的一个企业了 这个是这个样子 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觉得这是我给一些 不是那么大的企业 或者是一些 可能也是大的企业 但是里头比较早期的一些项目 或者是一些早期的 小的开源项目的一些基本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做不到前面那些高成本的 你至少满足以下 以下这三点 第一点就是 这个是最重要的禁止片段用 这个也是开发人员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阿超发在群里的 那个高端的程序员 喜欢用一个方式 Ctrl-C加Ctrl-V 它粘一段下来 这个是最可怕的 因为你一旦粘下来之后 很多NCA工具扫不出来 扫不出来之后 你给公司增加很大的成本 而且万一出了问题 这个将来对公司来说是一个雷 尤其是当你公司的产品发展的 比较好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了就爆出来一个雷 尤其有些公司又特别爱维权的 这种情况下 会对公司用很大的影响 用开源不可耻 你用了之后你跟公司说一声 公司来想办法 把你把这个事情做合规了 这个是第一点 就是最重要 禁止片段引用 第二点 这个两个基本是在一起的 有个人他知道我 我片段引用不好 他就把它前后顺序换一换 变来明改一改 然后函数明改一改 这个我也遇上过 有的公司 但是它好 为什么我能让我遇上的 是因为那个公司的扫描工具比较强 它能做二进制的扫描 它给扫出来了 但是对于有些公司 它的扫描工具不够强的时候 你混淆了之后 其实给公司是买雷 没有这个必要 就是所有的开发人员 反正我们一用就大胆用 因为大部分开源项目 MIT 阿爸其内 用了 其实不会对公司有什么影响 大胆用就行了 然后第三个 禁止删除版权头 这个也很多人喜欢干 就是他一看到一个copyright 很多程序员 就是咱们开发人员 他不是特别懂的情况下 看到这玩意 他就害怕 他就喜欢删 一害怕他就删 放进去之后 他会觉得 是不是老板知道 我复制别人代码了 其实你include一下 或者import一下 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 或者把它写在 那个依赖箱里头 这个很正常 你删了之后 还是一样 这是个公司买雷的事情 你一旦删了之后 它进入到我们的 整个后面的打包 和release的流程之后 公司的成本 是成倍成倍的增长 你在早期把它做到之后 前面其实很容易去做合规 你知道它在后面再去做 其实非常难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发版权你至少扫一次 当然大大部分 你在GitHub上 有GitHub Action 或者是GitLab 这些都有那些CI流程里头 都会有一个扫描 基础的一个扫描 扫描完之后 然后如果你没有版权头 或者什么的 你CI的流程可能就不会过 然后生成一个notice文件 这个其实很多公司 尤其是B人软件 做B人软件的公司 做不到 这个确实也是 挺那么什么的 很多公司做不到这个点 其实这个也非常简单 有一些很大部分的 自动化的SA工具 都有这个功能 它能自动生成 这个所谓的一个notice文件 我用了哪些第三方组件 这个非常简单 然后第二个点 就是关于人化版的许可真解读 这个其实是 咱们知名开源布道者 魏瑟做的一系列的文章 我觉得魏瑟做的这些文章 确实是对开源的普及 做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现在讲这个点 其实就是想说 对于我们 它作为做普及来说 这一系列的文章是非常好的 它能解决你90% 甚至95%的问题 但是你有时候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东西 具体的 尤其是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还是要回归到去原文 昨天是能为老师也在提到 就是他也是建议 你不要去看那些二手三手的消息信息 你花个半天时间 把许可证文本读一读 其实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比方说 以LGPLV3为例 咱们社区中很多人 其实对LGPL的理解 就是动态列舰版的GPL 就是你只要动态列舰就OK 静态列舰就不行 但是这个概念 动态列舰和静态列舰的概念 其实就 在用的时候就会很困扰 就会很任意困扰 并且有时候不准确 我们看一下原文讲的什么 原文讲的是 suitable mechanism 这个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是use at runtime a copy of the library already present on the user's computer system 然后后面一个就不念了 反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用户 比方说你用了某一个库 然后如果用户呢 他从别的地方获得了这个库 比方说他从这个库发行人员官网上获得 不是从你这个包里都获得了 他直接用他电脑上已经存在了那个库 比方说电话文件 他也可以用 那这个就是一个 suitable mechanism 这个就是他允许的一个 mechanism 第二个就是 we operate properly with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library 当然前提有一个 interface compatible 就是接口兼容的问题 就是说允许用户去修改这个库 然后他修改了这个库 插过来之后还能用 当然前提如果他改出问题 那是他的问题 这跟咱们一关 所以说你看原文上 其实没有提过动态链接 只是动态链接是实现这个方式的 一个最佳实践 不是说最佳实践 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 然后就被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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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传 最后就变成了LGPL 就是动态链接版 然后很多就是法务同学 给技术同学就是 技术同学反规上来 一个扫描结果 然后说这个LGPL 法务就会问你是动态还是静态 那这个问题其实后面就会讲到 其实这个问题很困难 首先第一个 动态链接这个方法会出错 会翻车 这是一个我工作中 也是实际上遇上了一个例子 它在一个项目中 用了LGPL的一个.dll文件 是.dll的是动态链接没有问题 然后我写了一堆东西在旁边 然后用了一个叫nsrs的 这个是一个生成安装文件的 一个开源项目 就是会生成一个uninstaller 然后最后打包上了一个uninstaller.exe 然后这个uninstaller.exe 你用一些解包的文件 比如像7zip 它是可以解包开来的 能看到这里头有这些.dll的库 但是你解压不出来 并且你打包不回去 除非你把这个nsrs script 就是你制作uninstaller的脚本 一并开源 它才能做到把这个抽出来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super mechanism 就是像一个积木一样 它能把你这个组件抽出来 再放回去 你必须要让用户能做到这个 而不是仅仅是用一个dll 在这个情况下 你不开源这个script 你就做不到满足前面的super mechanism 这个时候就会翻车 如果别人发现了 你在uninstaller.exe用了这个dll 那别人就可以拿着他的许可证来起诉 这个确实也是有人爱发这种 就是听权的通知 这是第一个会翻车的一个点 第二个就是 对于有些语言 其实它并不严格地区分 所谓动态链接和精彩链接 有的时候很多时候 你问技术同学的时候 你要按着技术 就是我们作为法务同学 去问技术同学的时候 按着他头去问 这个是动态还是静态 其实很 这种困惑 比方说最典型的 其实Python PS3 这些东西 其实我感觉他们两个 是没有什么太多 所谓的静态和动态的区分的 这种是解释型语言 像Java的话 动态和静态区分起来 其实也挺困难 大部分是动态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它是静态和动态了 然后又有人会说 你怎么去区分 静态和动态链接了 你就按照运进时和编译时引入 如果是编译时引入 那是静态 如果运进时引入 你就是动态 其实这个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刚刚说JavaScript JS通常来说 它是不会 它通常来说不编译 但现在V8引擎 又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即时编译 它会在那个时候 引入一些依赖项的时候 然后再做一个编译 那你说这是运行时引入 还是编译时引入 这个其实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其实我们就回到 我们刚刚讲的LGPU的原文 你就是能把它 如果这个组件是可插拔的 可替换的就行了 你就不需要去考虑所谓的动态链接 运行时和编译时这些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以LGPU为例 我们就是为了说明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做这些许可证 最重要就是看一下原文 很多问题迎而来解 不需要去纠结太多的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场景 比方说我们一个客户 他们就是做操作系统的 而且不是那种PoSix 那种标通用的那种操作系统 是一个车用的那个操作系统 比方说我们一个程序的链接器 其实本身是操作系统负责实现的 那他在写操作系统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个所谓的链接器存在 这个时候你让他去判断 动态和进行链接其实也很困难 所以说就是我们想就是这个点 你回归到原文 很多问题就很好去解决 第三个 第三个关系 这个问题我曾经以为这个不应该 我曾经一度以为这个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可能是个问题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于那些来自于比方Github 或者Gitty或Gitlab上 他放了一堆代码 但是没有放任何license的那些项目 首先这应该是去年Linx今天会统计的 我们现在的开源项目中 MIT 可能Apaq 占半壁江山 Empty有这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块基本上比这个什么 GPU 所有东西加起来都要多 所以说Empty License的项目其实非常多 当然肯定知名项目不会是这种情况 但是有些时候你需要找一些 边边角角的小代码的时候 可能就会用上这个东西 但Empty License是一个 我们说在合规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坑 首先第一点 首先第一个要区分Empty License和Unlicense Unlicense其实是美国法上一个特殊的用语 在Github上它指的是 这个东西贡献给了叫做公共领域 就是我直接抛弃我的版权 我什么都不要 我把权力都不要 最知名的Unlicense项目叫做 即是CircleLight 一个很清量化的一个数据库 用的也非常多 它其实就是一个public domain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随便用 也不用声明 什么都不用管 但是这个跟Unlicense的效果是一样的 比方说这个项目也是我在Github上找到的 有将近三万个赞 叫程序员严寿指南 这个项目 反正将近三万个新啊 也是它就是Unlicense的 但是用Unlicense的项目的时候 有一个tips就是什么呢 虽然它这个东西是Unlicense的 就是它进入了公共领域 但它这里头其实是一堆论文啊 知乎啊 博客啊的那些的链接 并不代表那些东西也是Unlicense的 就是你可以用它这个Markdown文档 OK 没有问题 但你里头的文章 你还是要遵循人家原来的许可证 比如说CCBuy啊或什么这些东西 这个是第一个tips 第二个就是 无许可证的项目 这个跟我们刚刚讲了非常多 No License 这个项目 就是为什么 就是通过这个项目 我才感受到 我为什么提刚刚我说 我之前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个问题 结果发现这实际上是个大问题 这个是一个 这个截图来自于一个 叫做合降的一个微信小程序 微信商城小程序开发框架 它在Github上有大量的链接 完了之后呢 全部都是没有声明许可证的 然后这个框架的使用量非常广 导致这个合降公司 在过去几年内 在全国起诉了 将近9000家中单用户 就是每家可能就要个几千块钱 但加起来金额也非常大 就是它全国去诉讼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你不放任何许可证 然后对于很多开发人员来说 我在Github上能找到代码我就用嘛 很多人他不会去看License 甚至觉得你没放License 那是你放弃你自己的权利 你以为我就随便用 结果导致了全国可能将近八九千起的一个诉讼 就是围绕这个框架 当然我觉得这个公司有一定的钓鱼的嫌疑 它故意的 因为可能就知道了中国的开发人员 可能没有那么地小心谨慎 我们看一下这个Github它本身的那个叫做Github的那个用户许可协议 对于如果没有生命许可证的这个项目应该是什么效果 简单概括一下就不念原文了 就是对于没有生成许可证的项目 你是许可第三方使用Github的functionality 比方说fork 最典型的就是你可以fork它的仓库 fork它的东西 在Github上执行一系列操作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情了 你只能fork它一下 或者是Github上其他的操作 你不能把它clone到本地然后再发布出去 这样都不行 当然clone到本地这个本身你只要不发布就OK了 但反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不能去正常地使用 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放在那张图 可能这个事实际上有百分之十几 将近百分之二十的这个no license的项目 都是这种危险的状态存在 然后当时那个案件出来之后 我们群里的一个小伙伴也就说了 说就是你们知识产权率是不到不到位 我说确实是我们的失误 之前就为什么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次也是借这个机会吧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点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点 主要就是这么多 因为确实是一些小tips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能坚持到这个时候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应该可以再沟通一下 你好 我为我的社区写了一个建策 是否有不兼容 attach 2011的任务 每次留言区下 都会出发这个 sample 进来一处 来去看 但是VTAP它有一个功能 有依赖的license功能 叫做dependency drive 它可以告诉你每个工件使用的是什么license 但是在很多工件当中 它不会使用某一种license 它会使用多种license 很多apache项目它引用了 比如说GPL V3它的license 它所分发出来的这个二进制包 它就会是apache 2.0 或GPL V3的这么一个license 然后还有很多项目 它中间使用的这个连接符不是或 而是语 也就是and的符号 然后这两种情况 它的判断是否兼容 好像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种情况需要怎么处理 这就是我们上来讲的这个点 这就是自动化工具判断许可证失灵的一种情况 它那个and其实并不是and 你不存在什么一个许可证是apache end 其实它只是在这个仓库里 同时找到了这两个许可证 有可能是这个工件里头 它引用了一个GPL或者LGPL的一个组件 然后它作为第三方的license声明 放到了它自己的仓库里头 然后就被你的扫描工具扫出来了 然后出现了这个情况 然后还有很多时候 大部分都是这个情况 还有很多情况 它会把有的仓库的管理人 它会把所有的它依赖的 依赖的那个第三方组件 都会扔到一个 的许可证都会扔到一个文件夹里头 叫license文件夹 里头可能放了十一种许可证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扫描工具 可能就会扫到什么and什么and什么 就是一串全部给你扫出来 但具体去判断它是哪个许可证的时候 就需要就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是二号判断 因为二一定是它显示生命的 才会有二 最典型的就是 如果这种时候 很多时候其实它有可能 生命了那个叫spdx identify 如果它有这个东西 比方说什么什么许可证 二什么什么 那个是有满足spdx语法 或者其他的那个sbomb语法 它扫出来 这个是它机器是能明显地识别出来 它是二的 其他时候你只能通过文本 去人工地去读它的文本 我这个软件我使用的是什么什么许可证 然后有的人会用or 有的人会alternatively 有的人会用其他的词 这个东西我认为对于机器来处理是有难度的 当然肯定是有很多机器能做到这个事 包括有些知名的组件 它在数据库里它都知道什么组件 但是我们刚刚讲回到你这个问题就是 你还是预算这种你吃不准 或者是明显放了两个不怎么兼容 比方说它同时存在GPLv3和GPLv2 或者是这两个组件 然后还写一个end 这两个出现在一起 这肯定就是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去看一下 然后还有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GPLend Apache 这种情况下 如果它是GPL 如果它是GPL的话 那你整个就要遵循GPL的 本身就是说我们说被传染了 它出现end Apache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 这种时候你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仓谱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Apache是误报 还是GPL是误报 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设置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为什么说人工的成本这么高 很多时候花在这个地方 我的任务里面是对这种情况做了一个判断 但是上游供应链有的时候会被污染 比如说Github它的dependency graph 和Maven仓库当中 就是Maven repository当中 这个工件它所标的license是不一样的 对 是的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种时候就还是要回到 而且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我们刚刚讲的 它一个仓库里头 或者这个组件 它一个组件它不是一个license 它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它好多个文件夹 不同的文件夹 分别试用不同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一是有可能Github上它就不标 很多时候Github上不标 然后要么Github上标一串 就是它在那个手页上 会有一串license在那个地方 就Github它也判断不了 它是什么license 然后Maven里头 它会有相应的一个标注 这个确实我们公众中也会遇上 就是为什么就我们刚刚说 就是你发现任何异常的点之后 你就必须得回去看它的这个仓库 甚至去翻它的官网 甚至是发行人的博客 就是我们去找这个 它真正的许可证 都是这个套路 就单是人工 我现在就是通过白名单和黑名单的机制 来去给它们加货面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好的 就是我们也都是 我们人工判断也就是为了给它加白名单和黑名单 我第一次判断过之后 然后这个版本 然后我通过人工判断好 它是阿帕奇 那我把它加到白名单里头 以后再扫出来 哪怕再录报 也OK了 但是对于就是 就确实是这么回事 最后就会有一些个别那种年久失修的artifact 它在Maven仓库上面 它所标的那个license 是不符合SPDX规范 也不符合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文本 也是不符合任何一个license 它的官方名称的 甚至有的它会没有标那个license 也就是刚刚您讲的那个空license 但是它那个工件很久没有更新过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维护 这种情况下可以正常使用吗 这种情况下 我就是讲如果是没有标的话 没有license的话 尽可能就不要去用 当然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 而是它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了 就是要去翻 如果能找到 比如说你给它打上个白名单的一个标签 OK 后面就可以继续用了 是这样的 但是很多时候确实是需要人工去介入这个事情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Frank 我想问一下 刚才有一张图是关于合规的分数跟它要投入的经历这样一张图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合规的分数 Level 现在这个是一个示意图还是说 这就是一个示意图 那行里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权威的实践 就是说我的某个项目是到达某个benchmark 我就可以给它一个badge说 它是一个合规相对较好的项目 或者是这样一类的有这种规范吗 我目前了解到两个途径 第一个是这个图的初出 OpenChain Linux Foundation的OpenChain 第二个新通院也在做这个事情 新通院有中国的一套开源治理能力评估规范 它分了三个等级 对对对 然后有很多组织发了这种规范 确实是有的 OK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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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就是OpenChain那边有一个专门的那个 做那个OpenChain Copliners Maturity Model 一个评估的一个项目 他们会定期的有那个成熟度评估的一个会议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拉你一下 就是Linux Foundation组织的 是的 是的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 下一位讲 刘玉 零一万物的刘玉 来跟大家介绍